见面五次就闪去丹桑小飞松口说原因 汪小飞与丹结婚八年,没有所谓的七年之两,日前两人还上中国实镜秀《幸福三重奏》,赛恩爱,她最近出版个人随笔,生于1981,聊到与丹见面五次就闪婚,主要原因就是丹孙柔坦荡的气质,满足她孤独童年的缺憾, 让她感到踏实,温馨 汪小飞的妈妈张兰是参应集团,叫江南创始人,她被贴上富二代标签,但她在书中形容自己只是普通的工薪家庭,和众多八十后北京男孩没有什么不同,也提到小时候家庭经济来源并不稳定,童年也缺少父母陪伴,坦诚孤独的童年, 生活使我内心极为敏感,而丹孙却是成长在热闹的大家庭,养成的温柔坦荡气质,在初次见面就深深吸引她,告白,和她在一起,我总能感到踏实,温馨,至于外界觉得两人进展神速,她觉得其实早也埋下缘分,只是在对的时期发芽而已。 现在拥有一女一子的她,对于生活十分满意,被读者问及人生当中有什么遗憾时,潇洒不做二想就回答,我没有任何遗憾,我很享受走过来的这段路。 如果有一汉的话,就没有这么好的太太,这么好的家庭和这么好的两个孩子。 一番话更巩固爱奇骨架的人设。